跟一切人世无界的愿愁 愿愁从哪里界的 百分之九十还要多 从言语态度上界的 所以佛格我们讲是善 口占四可 最容易造业的是口 说话悟口自己不知道 说话难听 你说的人无意 听的人有心 就结了愿愁 你今天有权有势 作为作福 不知道别人感受 等到你的权势射掉之后 别人用这个态度来对你 你就感到难过了 那是什么 那是报应 这一点要学海贤呢 海贤一生没有侵蚀一个人 一生没有用不好态度对一个人 近人都是欢欢欢喜喜 从内心流出真诚的慈悲 好人坏人都是笑眯眯的 没有这个好那个坏 没有这个喜欢那个讨厌一律平等 所以人人喜欢亲近他 他非常随护 对于别人的要求 总是善巧方便 满足他 让他深欢喜 这样将来就发愿好 他老人家说 灵苦 昏口念福 吃肉的口 你去念福 不苦 素口骂人 你吃常债 但是你骂人 你对人不好 我们观察一个人 要细心观察这德行 为什么 有德行才有前途 没有德行 没有前途 这个道理要懂啊 我们过去 受韩广长护持三十年 那我对他过去很了解 人家犯错事情 他不让人了 他有严厉的处分了 他骂人骂得很凶啊 但是别人扶他 为什么 心地好 俗话说 刀子口 斗腹心 他是这么一个人 他对你真的关心 真的爱护 就是你被过骂过 被他教训过的 他对你还是关心 你喜欢什么 他知道 他每天都在逛街 喜欢买东西 购物 买了不是自己用 这个人 喜欢什么 那个人喜欢什么 他买的一些小礼物 都送给大家 所以就感恩了 这就是 做领导人 必须要知道的 真正爱护他 有过错要帮助他救阵 他救阵的态度 比较上超过了一点 没有做到 中道 做到中道 那是神仙 没有能做到中道 可是相处旧了 知道他心底善良 所以还是负他 所以还是负他 真正爱护道成 真正 护持佛法 这样的善知识 不容易遇到我 我们没有遇到 这个善知识 大概早就还俗了 那佛门住不下去 不准奖金 那出家干什么 释迦牟尼佛一生 就是奖金教学 从晨到那天开始 一直到 如半年半 四十九年 没有一天中断 这个要知道